9月13日傍晚,央行发布了8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。 然而并没有什么意外,数据继续低位下行。 截至2024年8月底,狭义货币余额63.02万亿,同比下降7.3%。 降幅比6月扩大0.7个百分点,已经连续第5个月为负,再次创造了历史罕见一幕。 有数据以来,历史只有6次狭义货币下降的情况。 第一次是2022年1月,第二次便是2024年4月,第三次是5月,第四6月,第五7月,8月是第六次,同时也是历史最大降幅。 而广义货币增速6.3%,较上月持平。 8月份恰意货币与广义货币减刀差,达到-13.6%,已是1996年5月以来最大负差值。 广义货币是指全社会的钱,代表社会上资金的多少。 而广义货币的增速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放水。 截至2024年8月底,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305万亿,绝对值创历史新高。 可中国虽有世界第一的广义货币,但是这些钱大部分是较藏的死钱,没有活化,没有转化为高质量的投资。 而狭义货币就是活钱。 一般来说,只有当企业居民,需要投资和消费的时候,才会把钱放进活期。 所以,狭义货币,代表经济活跃度。 狭义货币越高经济越热,狭义越低,经济越低迷。 一般来说,狭义货币都是正的。 但我们可以看到,狭义货币的走势,最近几个月,都是负数。 说明全社会,放在活期的钱越来越少,都在拼命存钱,拼命还债。 而广义狭义剪刀叉,其实代表的就是,放得谁有多少进入了活期,准备消费投资。 剪刀叉为零甚至以上,说明投资消费旺盛。 但是,2021年后,国内的广义狭义剪刀叉,超过三年时间是负数。 而且最近两年,剪刀叉越来越大,这意味着大量的钱死了。 变成广义货币,叫藏在国家和某些群体的账上,趴着不动,没有消费和投资。 不仅股市楼市,出现流动性危机,整个经济循环也开始萎缩坍塌。 再看涉融的表现。 8月涉融规模,新增3.03万亿,前值7742亿,同比增速8.1%,前值8.2%。 涉融全称,社会融资规模,也就是,全社会借的钱。 一般来说只有经济火热,大家都想要投资消费的时候,才会去借钱。 所以涉融多寡,表明了经济的冷热。 涉融有季节性,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,每个月有不同的放贷任务。 所以涉融一般是与去年同期比较,而不与上个月对比。 但不管怎么样,8月涉融增量,并不算低。 可是从结构来看,主要是政府在借钱。 其中政府债券进融资1.61万亿,同比多增4371亿,是涉融增长的主要支撑项。 而9月政府债券,还在加快发行。 预计将继续支撑,9月涉融数据。 与政府相对应的,则是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不振。 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9000亿,同比少增4600亿。 其中的企业贷款,表现为短贷多减,中长贷少增。 8月新增企业贷款8400亿,同比少增1088亿。 其中,企业短贷减少1900亿,同比多减1499亿,已经连续14个月,少增或多减。 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4900亿,同比少增1544亿。 而企业中长期贷款,已经连续6个月少增。 关于这点,统计局的数据,也能佐证。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.1%,位于融库线下。 较上月,下降0.3个百分点。 继续处于收缩区间,企业融资扩张需求较弱。 而居民端,短贷和中长贷均少增。 8月新增居民贷款1900亿,同比少增2022亿。 其中,新增短期贷款716亿,同比少增1604亿。 也即居民消费不振,更倾向于修复资产负债表。 居民短贷量缩价减。 根据9月9日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显示。 8月CPI同比上涨0.6%,增速达年内次高。 但CPI上涨的背景是,8月份国内多地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,加之夏季天气异常炎热,导致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显著上涨。 另一个是猪肉价格的上涨,主要是由于前期生猪去产能导致的短期供给缩减所致,也极出周期影响。 市场供需波动加剧,消费者会感受到生活成本的上升,尤其食品等必需品的支出增加。 也就是说虽然CPI出现0.6%的回温,令人眼前一亮。 然而这并非需求的改善,也及居民收入并未修复,而是供给受存所致,消费市场仍面临着压力。 再看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,8月为1200亿,同比少增402亿。 居民中长贷,可以直接视为房贷。 但是房地产市场,自517新政以来,经历了6-7月卖充式回暖后。 7-8月以来,房地产成交明显回落,市场需求萎缩非常快,倚价换量,仍是目前主流。 9月14日,根据统计局发布的70城数据显示,8月各线城市,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,同比降幅总体也出现扩大。 其中,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城市个数,进一步增多。 70个大中城市里,只有两个城市,新房价格环比上涨,分别是上海和南京。 二手房层面,吉林市唯一环比上涨的城市。 分城市等级看,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降幅收窄,二三线降幅扩大。 其中,北京广州和深圳,分别下降0.5%,0.5%和0.8%,上海上涨,0.6%。 相比之下,二手房各线城市价格降幅全部扩大。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,环比下降0.9%,降幅比上月扩大,0.4个百分点。 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,环比分别下降1.0%和0.9%,降幅比上月, 分别扩大0.2个和0.1个百分点,也就是说,环比下跌居然还在加速。 要知道,统计局的数据一般是比较温和的,但即便如此温和,环比下跌也达到了1%。 其实,如果仅从统计局的二手房价格来看,那么房地产更似小型泡沫破灭。 但第三方数据的下滑幅度明显大于官方数据。 以上海为例,2023年以来,二手住宅挂牌价,环比平均跌幅,约为官方跌幅的2.2倍。 环比波动调整两倍后,再看70成二手房的下降幅度。 实际情况有多惨烈,是可以想象的。 而且,从高评数据来看,9月份,也没有丝毫地改善。 今年降级的饮酒同时的期望,恐怕也要泡汤了。 除非9月下旬,全国层面,出台重大利好政策。 如降准降息,存量房贷利率再降,北上深继续阶段性开放。 否则反弹可能性就不大。 而若新政力度不够,且出台时间延后,预计9月楼市,将继续下滑。 楼市下行,房企活不下去,已经人尽皆知。 而如今,一批批建筑商,也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。 甚至有建筑公司,让员工抵押自己的房产,给公司续命。 年底再给这些员工奖励。 之所以走到这一步,这个公司解释是, 因为之前电资给开发商干活,被拖欠工程款9个多亿。 现在开发商房子卖不出去,工程款短时间内是拿不回来了。 加上银行也担心风险,对这些建筑企业的贷款严格收紧。 现在公司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,希望全体员工抵押房产,解决公司的燃眉之急。 能提出,如此匪夷所思的要求,也正是说明,如今建筑行业的不紧急。 建筑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不太一样。 需要建筑单位,大量前期电资,把活干好了,再等个一年半载才能回款。 但是如今回款遥遥无期,根本看不到希望。 我们看一些建筑企业,上半年的业绩报告。 利润看起来还不错,但实际上,现金流已经十分严重。 像中国建筑的现金流金额,为付1087.69亿。 企业目前的现金流量,是付832亿。 主要就是因为,有巨量的应收账款,根本收不回来。 所以,别看这些大型建筑公司,犹如庞然大物。 但现实根本不堪一击。 要是应收账款回不了,申请银行贷款也下不来。 预计不到半年,房企是什么下场,这些建筑企业,大抵也逃不过。 人们经常说,房地产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。 而这里面,其实建筑行业就包揽了很大一部分。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,截止到6月份。 今年上半年,全国建筑企业从业人数,是3820.74万人。 一出大问题,就是上千万的失业人口出现。 而目前各个行业,都是降薪裁员。 灵活就业这个事业蓄水池,已经人满为患。 这使得就业竞争,将无可避免地继续内卷。 而当人们处于极度悲观,极度困难的时候, 就不得不抛售资产,换取现金。 例如,房产股票基金等,随之出现资产大跌, 抛售加剧,资产进一步大跌的死亡螺旋。 就像一个庞大的恒星崩溃塌陷,最后不断收缩, 直至形成一个黑洞。 这个黑洞形成后,会吞噬一切流动性, 导致这几十年来创造出的财富,全部付诸东流。 而目前还处于,中度悲观的情形。 人们减少消费投资的同时, 大幅提高储蓄率,把活钱变为死钱。 还在不断调整资产组合,抛售风险资产, 只投资国债等安全资产。 最终导致严重的通缩。 如果此时,政策层不能较好的稳定金融市场, 流动性危机的情况,会进一步恶化。 所以,如今要将金融问题, 至于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,加以重视。 注重与市场的沟通, 管理好市场主体的预期, 回应市场期望。 而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计划经济姿态, 俯瞰市场,强制干预市场。 特别是不要随意出一些, 根本不科学的虎狼政策,惊吓市场。 野蛮干预,导致金融市场一片萧条。 多次崩溃,最终发展悔之一句。